咱们这是一家几口呀 我们是家庭团 我没有想到我奶奶会来 因为确实老人身体也不好 因为家在宝肌 因为我奶之前 我打视频的时候 就一直想来 来学校来看一下 昨天来咱学校看一下 真的觉得学校环境特别的好 心情肯定是特别开心 这也是人生中的一个大事情 感谢家里面对我的支持 感觉到这个学校特化 别听不高兴啊 看下孙子了吗 看下孙子了吗 没有 昨天见了 今天没见 为什么会从那么远过来呢 因为我没念过说 所以想孙子念书了 想看一看 提家给他说了没你过来 没有 没有 就昨天突然过来的 给他个惊喜